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我们必碰规则讲座的第25讲 那我们讲过了第12条帆船 那现在呢要讲第13条追悦 逼碰规则呢有时候直航船跟让路船的权力义务会互换 像是呢小型船只啊船船啊或是运转力受限制操纵失灵的船只 本来要让路的变成不要让路 那只有第13条追悦 不管你是Bike Car Quet Chew还是什么 你呢只要是在追悦 你的船数比人家快又要超车 你就一定要让路 不管你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操纵失灵 或者是呢运转力受限制 当然要求操纵失灵的船只呢 要让路有时候呢也是什么 不太可能所以呢 至少你呢没办法让路 你要呢主动提醒对方 拉呢悟号五短声 那这个是以前帆船时代 动不动呢就是拉悟号 现在呢你应该是在AIS上面显示你操纵失灵 或者是用VHF呢对海面上做一个广播 总之呢追悦的时候呢追悦船负有完全让路 避让避碰的责任 好我们看呢第三条A项 不管呢在本规则这个这一章节里面的其他任何的规定 任何船只追悦另外一条的时候呢 应该keep out of the way 离开这个被追悦船所要走的航路 就是要避让 就是要避让 这个keep out of the way the way 道路 那在避碰规则里面有时候讲的是什么 船只的速度 那在这追悦里面呢主要就是 前面的慢速船 他走的航路 你不能去干涉 你要呢离开 前面船只所走的航路 那地B项 某船呢应该认为 是被追悦 当呢后面追上来的船只呢 从他什么 正横22.5度 接近的时候 应该是视为 在追悦 那就是呢 在这样的位置 跟他被追悦船之间的关系 在晚上呢 他会看到 只有什么 一盏尾灯 但是呢 看不到他任何一盏什么 旋灯 那这个就是讲呢 追悦的角度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看图形 各位呢也许觉得很莫名其妙 那什么叫做正横后面的22.5度 那这个22.5度的来源呢 就是因为以前的罗盘 就是分为24等份 什么东南西北 东东南西西北 那可是现在的罗盘呢 是360度 360呢 除以24 那大概是等于11.25度吧 那所以以前的罗盘呢 是24个什么point 24个点 那跟呢 360度 两个点之间呢 是11.25 所以在正横后面 两个点就是什么 11.25乘以2 22.5度 这个是这个奇怪数字的由来 那我们看呢 在正横后面的两个点的前方 接近的船只就是什么 横跃船 那这个要照避碰规则呢 上面这条船呢 要让路 那可是在22.5度后面 这一条船接近的呢 就算是什么 追跃船 那下面这一条船呢 要让路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 在晚上可以参考呢 是不是有看到 前面这一条船的旋灯 那问题是呢 海上是灯火管制 那一般呢 如果只靠一盏尾灯呢 在那边开启的话呢 很可能就像我们 讲的一样 在海面上一盏白灯 代表了什么 13种可能的情况 所以一般大型船只 他不但会挂尾灯 他会把船尾的甲板灯打开 尤其是什么 渔船众多的时候 那心狠手辣一点的 就把什么 驾驶台前面的甲板灯 向下的灯呢 也把它开启 那在呢 船只众多 渔船呢 打于来不及看的时候呢 他可以比较明显的 识别大型的船只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建议要呢 新增设 新的甲板灯 方便于识别 好 这第13条的第B项呢 就是说 追悦的定义 就是在正横后方两点 22.5度的角度接近 那在晚上呢 只有看到对方的尾灯 没有看到他的弦灯 第7项 当一条船呢 对于他是否在追悦的时候呢 他应该假设 本船是在追悦 然后呢 采取相关的什么 避碰措施 那这个呢 就是说 接近的角度问题啦 也许呢 你刚好在正横后面 两点方向中间 那晚上 你还可以用灯光来判断 白天 你看不到灯光 那你的角度呢 又不可能抓得很准 这时候呢 假设本船是什么 在追悦 那不管任何情形之下 其实呢 你要从正横方向 接近他船的话 可以讲说呢 本船的速度 一定是比他什么 比他来得高 所以不幸呢 你的角度还是 在什么 正横后方两点 其实他要避让你很困难 低速船要避让高速船很困难 高速船要避让低速船就比较快 因为呢 他本来速度就高 那他的呢 回转的范围也大 不像小船呢 拼命跑 只能跑个200公尺 大船呢 同样的时间 可能跑到五六百公尺 可以让很多条船 所以呢 不确定是否在追悦的时候呢 应该呢 把它视为追悦 那这条追悦的规则呢 明显违反了我们数学的常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正横后方接近的船只 应该都是比本船还快 那我们还要呢 去让他的路 根本就没道理 快船要慢船 所以避碰规则要修正的话 这个追悦应该是什么 在这个正横前方一点还是两点方向接近的船只 都要算是追悦船 不能呢 像这个以前规定的什么死 要在正横后方的两点 那这个详细的还要去什么 做土来求解 要用微分方程式算就太难 好 第一项 那连续的转向 两条船之间因为追悦产生 避让所产生连续的转向呢 不能视为是什么 进入一种交叉相遇的状态 那追悦船应该呢 始终让路 直到呢 被追悦船呢 已经被超越 而且清爽 不会引起障碍或碰撞的时候 才可以解除他什么 避让的责任 就是说呢 追悦的时候 刚开始我们一定是从他正横两点钟 后面的方向接近 随着我们的船速越来越快呢 我们就会开到他的正横方位 那这个在我们讲呢 避碰的时候叫做什么 看到他船的方位 相对方位 越来越大 这条船会经过我们的船尾 那他本来在船头方向 那等到我们追上 快追上的时候 变成在我们的旁边 等我们超车开过去以后 他就在我们的船屁股 所以呢 两条船之间的方位呢 会一直在变化 那重点就是要观测什么 方位的变化 是不是持续 如果持续在变化 那就是什么 没问题 开一开 开到一半 忽然对方船的方位不变了 这时候呢 就是有碰撞危机了 也许是什么 本船的速度慢下来 也许是他船的航向转 所以就算是在追越呢 不要认为我们已经追过了一半 就没问题了 我们呢 要持续的观测 他的方位是否有继续在改变 那这个呢 就是要用到我们 目视瞭望的相对方位的方法 因为呢 不可能每条船呢 你都什么 去计他的螺金方位 那这样子对我们呢 当班的驾驶员呢 是一个很大的什么 很大的困扰 好 我呢 刚刚再去算了一下 应该是呢 螺金盘是360度 对上呢 原始的32个点 不是24个点 这样呢 除起来才会是什么 10.25度 好像也不到11.25度 那各位不幸呢 可以自己去算算看 那反正呢 多算一次 你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你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看看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看这个表呢 本船是中间蓝色的这一条 那在前方的船呢 那普通的讲法叫做en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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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tui gong tui 啦 尖端对尖端 end on 那在 那在左右两边的来船呢 叫做什么 crossing 那我们看呢 这个什么 这个图画的有点问题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横跃船 应该是从船头 到我们正旋后方的 两个点 22.5度 那这边呢 把正旋后方的什么 两个点 化成什么 追跃 那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照 现行的规则呢 还是什么 还是 算是 横跃船 本船 还是要让路 所以呢 有时候呢 人家的图形呢 也不一定全对 在规则没有改变之前呢 我们还是应该要什么 遵守规则的规定 那这是第13条 横跃船 不是横跃船 追跃船 追跃船 互有完全避碰的义物 那后续的动作呢 也不能把它 视为是横跃船 要始终互有避让的义物 好 第13条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